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半的条文不见了 一半的条文不见了 就是完全是白的 所以他后来就发生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比如说他可能 这个族群会认为他是一个诅咒 然后或是怎么样 为什么你剩下来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对 所以他妈妈为了安慰他 鼓励他 就跟他编一个故事说 你可能会找一个什么样的池子 然后跳下去之后 你的信就回来了 所以他变成说他去 开始去走一趟非常冒险的旅程 去寻找他妈妈跟他讲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神奇的池子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精彩的片段 Acum no 去得了 他在数月的湖里 我去得了个大金石 去一定会卖下去 是会对不是的 他想要给我们的池子 你这样呢 去得了个大金石 了干什么 你还凤了 ер来干什么 怎么回来了 和大金融的 在骂 啊 有 你说是他 你 你 我已经有被众多了 他没给赌术 你 来吧 他不是食物 Let's eat him. Experience the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who's with me? Freedom! On the wildest safari ever... Andoks! recursos! It's a fine feather, just here. I'm lots of cleaning imprements. You're mocking me, cos I'm flightless. No creature! Gatens upon the wings of Doom! We're just here to see, the Black Eagle. I've got to hand it to you Koomba You sure are one of a kind I'm not giving up Guaranteed to bring out the stripe We need brave zebras like you You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who has a hard time fitting in I can smell your fear I can almost taste it I can hear him breathing Oh no that's you Koomba I gotta pee You gotta go I can hear you 老師這個片子真的還蠻標準的好萊塢片對不對 是 因為它的規模就是大製作 對 所以它的導演是好萊塢導演 所以看得起來就是 不會比那個迪士尼亞 皮克斯的類型來的低 因為它的規格其實是蠻龐大的 這個作為一部開幕片 的確還蠻吸引人 但是其實作為北藝大關渡 動畫藝術節 其實我們也關照到 比較藝術層面的部分 所以今年其實也邀了一部片叫 Cheating 是 可不可以跟金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Cheating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藝術長片 因為這位導演叫Bill Clinton 非常有名 他是公認全世界最鬼才的一個 個人藝術家的一個導演 那老師怎麼說個人藝術家 因為他的風格 像一般我們 譬如說我們看那個 巡邦大冒險的片子 也就是集結兩三百人的製作 對 那可能要花兩到三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 巴掌是非常非常龐大的 那七零是個人製作 那他又可以做成長片 跟他們一樣是七八十分鐘以上的長片 那他的巴掌相對是比較low 但是他就發揮他自己漫畫的天才 所以他用了很多美式漫畫的風格 誇張的風格 去做出很多很有手感的動畫影片出來 所以他的藝術性非常強 所以他為了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他的東西就很保有他自己個人的風格 這部長片的劇情老師 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OK 那因為這位導演的比較美式漫畫 美式漫畫會有時候比較成人一點點 那這個劇情也是表現到說男女之間的關係 然後那個女孩子 可能又陷入另外一個陷阱裡面去追求一些東西 然後會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在裡面 他是算是比較成人的部分 的一個表現的風格 那講到的是我們世界裡面 其實男女之間會發生一些問題 但不過他表現方法是很有趣的 那種誇張構圖上扭曲 然後那個風格的造型特別的奇怪 他的風格一直是這樣的風格 所以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導演 對 其實這位導演他獲獎無數 剛剛跟老師聊到 老師幾乎快要記不得他得了哪些獎 1987年就被奧斯卡提名 對 然後91年就獲得金鐘旅獎 我們之前動畫節其實也邀過他來台灣跟大家分享 對 在早期的台灣動畫影長的時候有邀請過 然後那這部片子七零的話也剛剛獲得安息影長的評審團大獎 今年嗎 今年的安息 因為安息是公認是全世界最大的動畫影長 對 所以很難得邀請他的片子過來 對 那我相信很多台灣的觀眾是很難得看到這種片子 因為這種可能要到各大影長才可以看得到 對 那今年很難得他可以願意把片子來我們這邊做特影 是一個 對我們動畫人來講是一個福氣 沒錯 他是以房子當角色 對 這個房子已經老了 然後他已經被丟棄 他已經不會動了 通常有一天他就站起來 然後開始去尋找他的夢 然後他經過的地方很多房子都跟他一起走了 包括有那個加油站的房子也跟他走了 對 包括狗的狗屋也起來跟他走了 所以他是3D動畫的影片 非常非常的 怎麼講 這非常的奇幻 對 好 今年其實開幕影展 我們動畫戲也用了很大的力氣來一起協助 是 今年嘉玉也幫忙 完成了我們今年關渡藝術節的開幕演出 對不對 對 會不會跟我們講一下 好像今年開幕演出 其實是集結了整個北藝大各個戲所的 很多的師生的資源一起完成 嘉玉今年的跟同學們一起完成的演出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 現場會有一個音樂的演奏 然後我們會在後面投影一部動畫影片 大概會長達四五十分鐘 四五十分鐘的動畫 對 然後其實做這個還蠻辛苦的 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們大概在暑假的兩個月才接到這個案子 這個花絕 暑假才接到案子 對 然後九月底 十月初要開幕了 對 所以其實就是很趕 然後在暑假期間其實都找不到人 大家就是分散在台灣各個地方 對 對 所以我們就就是靠著網路的力量去 請大家就是幫忙這樣 老師 這果然是新世代 就是我們不用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嘉玉在台北指揮大家 就在網路上完成這件事 所以你們完成的動畫可不可以跟我們描述一下那個作品 因為一些資金跟那個人力的限制 所以其實我們是用比較省力的做法去做 所以我們會比較注重在那個視覺上面的效果 還有一些那個氣氛的營造 都會比較私情化異一點 他其實是開幕的演出叫《土匠陽兵》 是下半場的音樂演出對不對 對 因為應該是說《土匠》他那一場是用布袋戲的方法 來搭配音樂的演出 那下半場的話 陽兵那一場的話 就是搭配動畫跟音樂演出的演出 是 那個時候是覺得現場演出這樣子不夠熱烈嗎 所以要再多加多花心的演出 有可能是這次的觀藝節 想要有點開幕上能的突破啦 對 因為過完的話 可能就是看了演出者的音樂的表演等等 那這次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動畫系也是在北藝大算是最新的科系 對 嘉玉是動畫系的第一屆 對 所以我們也還沒有畢業生 對 那也許這次藝術總監來了一個 來一個突發的一個奇想 說希望我們動畫能夠加入一起 對 我們也很感謝這樣一個機會 能夠讓他們學生可以有所表現 在上面可以看得到 我知道嘉玉今年也有一部作品很棒 叫 賴達 會不會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它其實故事在描述就是一個小女生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女巫 然後 她就是遭到一些壞人的追殺 可是因為他們那些壞人其實是不理解 自己不知道的一些事物 對 所以就非常害怕追殺他 然後接下來的情節就是 那個追殺的一些過程啊 逃亡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這個作品 另一個情節會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高二下之後去餓補一下 然後你非常有勇氣 你就考了動畫系 對啊 那個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應該會對北一大動畫系很有信心 就是你的小孩 竟然才三年可以做這樣一個動畫 對 因為北一大動畫系 因為是在民國一百年創立 那今年是邁入第四年 那動畫節也是剛好第四年 所以我們創立戲的時候 就有個使命要做動畫節 就是並行的 對 那我覺得他們的滋養不是說 老師可以教什麼 而是他們學習能力本來就很強 這一代的孩子 這一代的孩子學習能力很強 那我們就是用的動畫節 除了說我剛才提到 北一大有很多細說 他們可以學習之外 動畫節是一個最好光模的一個節日 因為我們有大概七到九天的時間 每一年都有這樣的一個節目 那我們為了讓他們看到最新的作品 那做這個動畫節的用意就是 希望有各國各國家把最好能夠遞到我們學校來 然後他們可以不用到其他國家去看 來我們學校 你就會看到這些作品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滋養他們的一個方法 那他們因為這樣的一個環境 這樣的一個動畫節 那你會發現他們的進步跳躍很快 因為它已經不再是在台灣限制以內的文化 所以因為動畫本來就沒有文化的限制 所以他們在學習方法 你發現他的作品其實已經不是那麼台式的動畫風格 那已經開始突破出有點想要走世界的風格的這樣的一個野心了 所以雖然說他們算是第一部比較完整的作品 但是看得出未來都是有很好的發展 因為你的思想的空間已經不受限在文化的區域 而且是世界的區域 我覺得這是一個做動畫人最基本要有的一個觀念 對 所以他很棒 對 第一屆動畫系的學生 當第一屆感覺怎麼樣 應該說就是 大家都新鮮了 所以其實都一直在嘗試 所以都不知道 有時候會很混亂 可是其實都還滿好玩的 對 而且第一屆真的很幸福啊 老師全部都照顧你們 器材也是最新的 大樓也是最新的 聽說你們在女生宿舍旁邊 對 因為莫是全校最好的地點 對 對 老師今年其實還有很多動畫節很精采的影片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今年其實比去年規模更大 那我們今年有四十七個國家報名 那我們有三座大獎會在十一月八號會幫發出來 那所以會有競賽片的單元 所以總共會報名的劍數有多達五百零五件 然後今年大概選出的劍數 包括觀摩片等等有一百五十七件作品 會展出在十一月三十一號到十一月八號 對 那除了在北一大之外 我們有串聯到北 中 南 東 各區都有這樣的一個放映的一個機會 來服務到各地方的一些愛好動畫的一些觀眾 對 那最精采的是說我們的動畫影片是不需要收費的 對 所以你可以只要到我們學校或到各地區 他們有一些播放的那個時刻表 對 你就可以去觀看這些影片 那裡面其實我可以介紹幾個蠻好玩的片子 包括說今年我們有跟那個KORS 是加州藝術大學的最新的一個畢業作品 會在我們做觀摩的放映 之外還有那個 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學校好不好 好 那KORS它是加州藝術大學裡面有一所叫做 character animation department就是角色動畫系 那這個系呢其實都是好萊塢這些動畫大師的母校 包括說那個創辦那個比克斯的 迪士尼的這些頂尖的導演 都是從這邊畢業的 所以這個學校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學校 然後我們也一直跟他做這樣的一個交流跟合作 那今年已經算是第三年 他們把作品一直跟我們做交流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 所以今年他們會帶來什麼作品呢 KORS的作品的話基本是以手繪為主 對 他們手繪的功力很強 所以像早期迪士尼說 Lion King啊 小美人魚啊 這些都是很基礎的一個學校的訓練 所以KORS在創辦的時候 是由迪士尼去support他們創辦這個系 所以這個系當初在培養的時候 就是培養迪士尼的前端人才 也就是說你從這邊畢業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迪士尼的那些工業直接做銜接 直接就到公司去上班了 對 所以他是這樣培養了一個目的而產出的 所以他們的思考邏輯啊 跟美術表現都很棒 對 它是這樣的一個學校 所以今年的作品呢都是2014畢業生作品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這些學生都很優秀 那未來搞不好三年五年後 他可能就是某個大導演了 對 所以你能夠現在看到那種作品 算是蠻幸運的 對 有可能你現在看到短片 未來三五年就會發展成好萊塢的長片 都很有可能 有可能 像提米波頓他本身也是從這邊畢業的 對 所以他有個最著名的那個 偶動畫長片 就是那個《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對 聖誕夜驚魂 它那部長片也是 它在Kera是學生時代的一個構想 沒有拍 那畢業後 十年後才拍出來 是 是 是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現在學生的思考 對 跟他們的創作 也許沒有做完 未來可能變成長片 他們真的是未來的大導演 是 是 是 那另外一個學校是那個法國的高等的 電腦動畫學部叫Infocom 那這個學校的作品也更優秀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 他的是用CG的方法去做動畫片 更困難 因為他不是手繪 他完全是3D電腦動畫 對 那他們都是團隊製作 所以他們可能一個作品要三到五個學生一起去做 那今年我們也入選非常多他們的作品 在我們的競賽片裡面 是 對 包括說我可以介紹一部叫做 Home Sweet Home 那這個影片已經在Seagraph得到一個最佳短片 的頭銜 那不要說各大影展的短片的那個優勝者 他包含 也包括進到很多大影展 那這個片子很好玩是 他是以房子當角色 對 那這個房子已經老了 然後他已經被丟棄 他已經不會動了 突然有一天他就站起來 然後開始去尋找他的夢 然後呢 然後他經過的地方 很多房子都跟他一起走了 包括有那個加油站的房子也跟他走了 對 包括狗的狗的狗屋也起來跟他走了 所以他是3D動畫的影片 非常非常的 怎麼講 就是非常的奇幻 對 那很好玩 那這種東西動畫好玩的地方是 因為他不是人 一般實拍片可以拍出來的 所以這些幻境的東西 只有在動畫節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部影片也是蠻值得推薦的一個影片 對 早期一直在講技術 技巧 那我們現在其實不再講太多的技術跟技巧 因為我覺得他們要活的是生命 是 動畫如果沒有生命 你再多的技巧其實是 是狂廢的 老師我們今天還有一個閉幕片很特別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片子 台灣人應該不陌生 之前我們看過它 但是它不是長片 是 請老師介紹一下 好 我們的閉幕片 這次帶來的是那個 昆蟲 Lab Show 它本身 其實在台灣發行好幾年了 那它在全世界也發行一百多個國家 那非常受到那個親子歡迎的一個動畫片 但是我們的DVD的昆蟲 Lab Show 本身收錄的都是短片 比如說它每一個短片大概五分鐘五分鐘 片段片段 對 像是影集方法的一個播放 那他們很難得今年開始做成長片 所以他們用一樣的點字去發想出另外一個劇情 做成一個故事的一個長片 片名叫做Valley of the Lost Ends 就是說一個迷失的螞蟻的意思 那故事描述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是長片 大概有長達七八十分鐘 但是沒有對白 完全沒有對白 所以它根本不需要翻譯 它也不需要有各國語言的問題 它完全跨國境 對 之所以為什麼它可以發行到 一百多個國家的原因 因為它沒有對白 所以它可以大人可以看 小朋友 幼兒都可以看 那這個片子其實好玩 第一方面是它的拍攝方法 都是結合死景 它可能在國家公園拍攝 然後再用戲劇的方法去做那些小動物 或是用電腦動畫去做 然後結合出一個很好玩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長片的故事講得也很簡單 那個小瓢蟲 它少一個翅膀 然後呢 它也是因為 跟 有點跟那個庫巴 那個庫巴有點像 庫巴有點像 庫巴 對 它也是一種自己自欣欣沒有的一個小昆蟲 對 然後最後在旅程中加入了一個 很多螞蟻在搬一個很大的那個翻譚 然後那些螞蟻要對抗另外一群螞蟻去搶那個翻譚 對 然後後來它在裡面變成一個英雄 所以呢 它又找到它自己的一個自信 我覺得動畫片好多都好勵志喔 對 很勵志 對 對 家喻我最後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對於一個剛剛接觸動畫兩三年的學生來說 你覺得你為什麼喜歡動畫 然後你未來會以它為直至嗎 應該還是會就是以動畫為主吧 對 所以你為什麼喜歡它 為什麼 為什麼熱愛這樣的藝術呢 因為我覺得動畫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傳達一些理念跟想法的一個美容 應該說其實畫動畫的人都很喜歡畫圖啦 嗯 可是動畫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讓你的圖畫可以動起來 對 嗯 就很 很吸引人 對 老師覺得動畫是什麼 其實我教動畫已經四幾年了 那我本身一直也在做動畫創作 所以我很了解他們學習的心態 那我現在感覺起來是早期一直在講技術 嗯 技巧 那我們現在其實不再講太多的技術跟技巧 因為我覺得他們要活的是生命 是 動畫如果沒有生命 你再多的技巧其實是 是 是 是狂廢的啦 對 所以我認為說應該是說讓他們學習更多的生命的成長 嗯 那技巧其實是隨時都可以拿得到 嗯 所以我們現在的教學方法是以生命 對 來代替所謂的動畫技巧這段課程 嗯 對 所以因為畢竟它也是一個藝術作品 傳達它的理念跟故事是最重要的 是 是 先非常謝謝老師還有家喻跟我們一起分享 今年很精彩的關渡動畫節 然後也請大家走去北藝大家看一下這些動畫 很精彩 是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